她的旅行说走就走 在大理 丽江 完了一个多月 回北京待了十来天 我又跟另外一个姐妹 到三亚又待了一个多月 阳光的背后 隐藏着一段心酸的过往 2001年的时候 高压才30 低压没有了 那主动的血管断开了 锁骨底下的 从那以后就不断出现了问题 第一次约会 男士也要考验女士 我约女士去什么餐馆吃饭呢 羊蝎子 你知道为什么吗 有的就拿起来 有的就是拿筷子 等人一丝一丝的挑 你可以装一天 可以装两天 你装不了一辈子呀 管人家看你吃香 人家爱怎么想 你看你 我先吃痛苦 多少也得注意点 行不行啊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 这么先这么快 吴先生 来来来 吴先生来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选择的现场 欢迎大家 大家好 很高兴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 9点09分 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 收看我们的选择 我是主持人小燕 那参与我们选择的方式 热线电话 我想大家记得非常清楚了 6331 2752 有什么事 可以打这个热线电话 那另外 我们现在还有有伴小程序了 通过这个有伴小程序呢 您可以找到自己未来的一伴 而且还能找到玩伴 好 那么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下 今天到场的这个 我们的嘉宾 所有的朋友们 一个是我们的专家团队 心理专家王宁老师 导演演员 穆立新老师 欢迎两位 另外呢 就是我们的陪选团的成员 他们是张岳敏 58岁 北京人离异 国企退休 吴建华57岁 北京人离异 公交集团退休 孙珊珊51岁 北京人离异 石油设备公司退休 杨素玲55岁 北京户籍 离异高级工程师退休 还有我们的亲友助力团 同样也欢迎他们 好 那么接下来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一号女嘉宾了 那她又是谁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掌声 把她请上来 掌声有请 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男嘉宾老师好 你好 女嘉宾老师好 欢迎欢迎 来 请坐 杨芳武部 在北京户籍的湖男人 丧偶居民服务中心退休 长来行 也大也可以考虑 一个演员 一个年龄 对吧 这次见我们的这一号女士 气色越来越好 越来越漂亮 最近心情还不错呀 对的 出去旅游了 哎呀 真让人羡慕呀 春早发开的时候 能出去走一走 是吗 对 上次说来北京多久了 32年了 哦 那其实也算是 地道的北京人了 对 二十多一点就来北京了 现在回老家倒不适应了 是气候还是吃的 气候不适应了 吃也不适应了 因为有的人一听说 哎呀 你湖兰人 你是不是能吃辣椒 对呀 我不是 我被北京同化了 不能吃辣椒了 所以现在也爱吃炸酱面了 炸酱面 什么 是不是会想起 吃什么灌肠啊 烤鸭啊 这些就会想吃 灌肠还真是地道的 像什么炉煮啊 炒干啊 对 我昨天去牛街 人家那么多人在抢呢 我说我去看看去吧 一看卖豆汁的 我正在站了 犹豫了五分钟 我觉得我可能还挑战不了 这个能喝吗 这个能喝 而且很喜欢喝 张先生和北京人啊 豆汁行吗 他比我强 我这喝不了 对不对 夏天喝那冰豆汁 我一喝喝两杯 老北京人的 都是习惯 您能喝豆汁吗 豆浆吗 北京这个豆浆 豆脑 哪有豆汁 不知道 没喝过豆汁 反正像胶圈啊 那些我没有吃过 还有豆汁 我觉得可能我也不习惯吃 口味适应了 我觉得很多就适应了 所以要找的话 您也是要再找一个北京的吗 我还倒是 别一定要求的是就北京的 起码说生活习惯能接近 今天我们有一位先生 这个现在还没有见到 但是这两位 您可以见到的 这位是张先生 58岁 吴先生57岁 在年龄上跟您也都挺合适的 是吧 行 我们也让两位先生来了解一下 我们杨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进入原来是你们 来看看她的关键词 有两个 说走就走的旅行 逆风前行笑对未来 刚才说这个出去玩一圈 对 就是这个说走就走 是不是 是 从去年11月份 我跟我一个姐妹 我们俩先去了 那个云南的原谋啊 那个普者黑啊 恒土地啊 恒土灵啊 还有那个蜜勒啊 这是撞了八天 八天以后呢 我又跟我来姐妹 我们两个人在大里 立江又玩了一个多月 大里立江玩一个月啊 对 我们把周边能玩的都玩了 但有什么特别能玩玩一个月啊 你们每天就干嘛呢 每天比如说我们出去不像那么紧张的 自由的 今天想着晚上我们相当一下 明天想去哪儿 去看看周边的 有什么好玩的 好吃的 我们就第二天就觉得两个一商量 觉得可以 第二天租车啊 而且打车啊 就去了 就是很随意的那种玩 俄海边上好多那种租 居民就租那种电动车 对 也可以骑着那个车转一圈 特别好 去年11月份去 12月份回来的嘛 回北京待了十来天 我又跟另外一个姐妹 我们两个人又去 先是开车 到了广州 到了梅州 火山 潮州 转了一大圈 在那个 在广州过的年 过了年 也包饺子了 对 包饺子了 在那边也包 因为有一个朋友在那 在他们家过的年 过了年以后 我跟我那个姐妹 坐飞机到了三亚 到三亚又待了一个多月 差不多两个月吧 三月份才回来 想想这日子呀 羡慕吧 对吧 爱运动的 爱旅游的人 第一要有钱 第二要有闲 对吧 像你这 每礼拜都录选择 你出不去 出不去 要这个 自己的调整 它就有一个好的问题 你有过去一个地方 来说一玩 玩一个月的时候 没有 我以前出去玩 都是就是跟团 在一个跟着公司 自己单独 就很少出去 你朋友挺多呀 有那么两三个好姐妹吧 对呀 都能陪着你 一走走 一两个月的那种 都可以 他们也是说走就走的 跟我一样 每个人自己掏自己的钱 还是用什么A字 还是用什么方法 一般就是A字 我们跟他们出去 因为习惯了 都是我管账 就是比如今天要去哪 做计划 订酒店啊 吃什么 今天一天发了多少钱 到时候到网上 一告诉他们多少钱 大家就一平摊就行了 就这样 那他们负责什么呀 跟我去云南那姐妹 她招相好啊 她负责跟我招相呀 跟我一起去海南那姐妹 她开车好啊 我们租车的时候 她开车啊 可以 那下次我要跟你去 我就喜欢这种能做 这个攻略的 我问杨姐跟珊珊 你们要出去玩 是属于那个 做攻略的那种 还是跟着 晃了那种 我没有这种 长途旅行的经验 我没有 我都是短途旅行 短途旅行 就俩人商量着来了 都是现场 平分 如果要是这种远途的 我觉得我应该管账 为啥 你细致 我觉得好像钱在我手里 那个踏实 就是他们都先把钱都给我 多退少补 对 跟我们出去玩的方式差不多 杨姐呢 我一般如果是出远门的话 我就跟旅行社 这样的话 自己会省心的多 也安全的多 如果是去稍微近一点这地儿 也有可能是开车呀 自驾游 我一般是跟家人 在一起的时候比较多 哦 也谈不上这个战场的事儿了 对对对 两位先生 你们是属于做攻略的那种 还是这个 跟着走的那块 近的呢 就是 发一圈来一伙 类似于跟他说的 休闲游士的 溜溜达达的 体验体验 当地复苏民情 对 就个人掏个人的钱呗 对 那您呢 我就是自由行 随心所欲 花钱都是 也不是说是A一致 有时候朋友在一起嘛 有时候他花 有时候我花 这种情况 这个也有点男士的那种特别 对 你请一对 我请一对 对 没有说像他们这个 A指的点 不是特别干嘛 那感觉 啊 明显体现出了 男生跟女生的不一样 男士们就是 都是哥们算那么清楚干嘛 但女婿 是不是咱们 真要出现这种情况 还是要A的 清简被明算账 对对对 其实老爷们啊 也愿意把账弄清楚 但是呢 他有一个面 不好意思 对 因为你出去一趟旅行 有哥们情谊 他不是就加分吗 你现场算钱 咱们干嘛 是吧 就那种感觉不舒服 但是我们是这样 只要是长湖的 就都算 就连油钱都算 因为有的时候 确实是你去一趟 三五千的 三五千的油费 是吧 然后呢 有搭车的 有自己的车的 然后有过路费 也得也好几大千 所以就全都打算 对吧 而且其实刚刚 陆老师说的是什么呀 都是单身的男士 是不是啊 一起 真要说 带自己的媳妇一起的时候 还是要算 对 这女士就都好意思 张口 就是妹妹说那个 比如说这次出去 我们三家人 一家一半 先搁在那盆里 对吧 不够了 再往里添 最后回来 说还有盈余 再发回去 我觉得那样很舒服 我觉得应该是抱团 还是抱团 因为审心一些 好像您向往这种生活 旅游 我也能旅游 但是旅游的时候很少 挂苦日子挂挂了 她不想把钱 全部抛回出去 让老师看病 我们杨女士这种 就是爱做攻略 就事无巨细 做得很清楚的 是不是什么东西 我要心里有数 我要把控起来的 那种感觉 也不是 因为我那两个姐妹 那两个 跟我玩的姐妹 他们说 我都不爱操心 那就交给你了 包括就是订酒店 哪天出行 你订好了 飞机票什么 你去告我就行了 提前说一下哪天 因为出去玩 你终于有一个操心的 那大家都不操心 就没法出行了 是您有这个能力 你看我跟我媳妇出去 我们俩就性格一样 说那个 比如到成都了 去参加那个糖酒会 说住哪酒店不知道 我这一辈子是 去哪人都安排好了 好 我拿着俩箱子大街上 我跟着她溜达 的确那时候酒店也难 就是全爆满了 我说住哪儿啊 走哪儿送哪儿 那也是一种体验 你是一个会做工业的人吗 不会 我觉得一个是我从来 就没有做过这方面的 那个啥 但是让我猛地去下手 从哪里 我觉得肯定我弄得不全面 你一个人怎么胎腿就走 那两人 相应的一块儿 你就得以这个家庭为主了 对吧 现在也是退休的状态 是吧 那不在外边走的时候 在北京干嘛呀 在北京 我比较上午出来起来 我也不是起得特别早的那种 起来以后 吃完早餐 我可以休息屋子 买点菜 做完中午饭吃完以后 我会去公园走走 然后有时候跟约的姐妹 一起逛逛街 所以你发现有个伴是多重要 那肯定 所以你为什么我们说有伴 我们一直说你在这里边 是可以找自己未来一伴的 找男朋友找女朋友 但是还可以找自己的玩伴 对 其实有一个玩伴 包括我们经常出去旅行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未必真的能碰到 自己的未来一伴 但是你会结识很多玩伴 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 以后可以跟着我们走啊 可以啊 那天你们没看 我看直播了 就是我们沙子姐代表我们这个选择栏目 去送他们上火车 我看见刘姐了 我现在是在我们的丰台车站 然后呢 现在是我们407专列发车的现场 虽然说你年龄小 但是哥 这里边你们是我家的 我们是孩子 你们对我们准备推荐到了 真的 谢谢海洋姐姐 我特别感动 海洋姐姐每次出行 其实都是工作啊 因为要做很多 帮我们做很多志愿工作啊 对 这个我是必须应该做的 因为这就是我们个儿娘家 你们的行为感动了我们 所以呢 真的 我就感觉 大家还愿意付出 真的是 所以是无偿啊 是无偿奉献 我觉得是你们的行为感动了我们 对 而且我们付出的很少 对对 对吧 你现在是编导 你们太可爱了 爱你们 比下人了 全是熟人 然后还有很多男 很多男士 我看很多男士都没上过这个选择 都是生面孔的 哎呀 被儿能落 哎呀 我一想 这肯定有挺有收获的 特别多人 大家就是 很多都不认识 但是你哪的选择的 就一下就认识了 我自己还挺激动的 我觉得这样才对呢 因为你比如说江湖上 你碰到一个 哎 你眼睛感觉舒服的人 你得去聊他的背景 对吧 他的实体 习惯 你才敢深入 这一看 选择就做背书了 对 对吧 你直接就聊 对啊 很容易进入了 而且安全 不 再说了 我们这个选择会有编导 都跟着去的 嗯 这不行还可以告状呢 是不是 对 咱说心里 他那个那个那个 嗯 他老抽烟 嗯 那个那个那个 他不洗脚都可以告状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啊 他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有趣的地方 因为我们是团餐 对吧 一吃饭的时候 一看这大哥 又老照顾别人 是吧 哎 你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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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是我吃我吃我吃 对啊 有的是每天 哎呀 换着小衣服挺惊人的 有的是好几天都不换 都能看出来很多细节 所以你们俩 你们俩 强制你们要抱一个团 啊 对 先去考验一下 这个吃饭到底是怎么吃的 是你吃你吃你吃 还是我吃我吃我吃的那种 对 像那种 现在社会上的那种啊 你什么也都不了解 但这儿毕竟是公益的 嗯 它有 它有首先有团体 有单位 相信的力度就大一些 嗯 人家说搞得像啊 说第一餐 反正男士啊这样 说约女士去 去什么餐馆吃饭呢 羊蝎子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有的就拿起来 哈哈哈哈 有的就是拿筷子 等人一丝一丝的挑 开始的时候 你看 这么吃的说明 人家这个很淑女 那么吃的说明 有烟火气 怎么都好啊 没有说到不好 就是哎 大概是人物性格啊 他做的选择是怎么样的 你怎么去应对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接下来大夏天的 羊蝎子店估计又火了 您是一点一点夹 还是就放开了啃的那种 放开了啃 那种一点一点 我也不会 感觉你好像 嗲嗲的那种 不习惯 不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做自己 我也不装成那样 一丝一丝的 一根一根的吃 因为你可以装一天 可以装两天 你装不了一辈子呀 咱们是做男女朋友 为了将来在一起 共同生活的 所以我是什么呀 我就做什么呀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香香肯定也是这种 啊 我也是 肯定我就拿起来就啃了 我就是那个 自己先吃痛快了 再说一百点管 人家看你吃香 人家爱怎么吃香香 你看你 我先吃痛快了 多少也得注意点行不行啊 坐着俩女朋友 哪个是 都是北京的 不是 哪个是一个人呢 就是说年龙 没孩子的 你还找 那他就超五十一了 他生了孩子 不过这一个 他不省着牵着 看第三代吗 刚才说了 这个 因为咱有很多的时间 所以才能这样慢悠悠的 去真正的去感受 当地的这种风土人情 也是现在真的 就是自己一个人 对 我看您的第二个关键词 逆风前行 笑对未来 您是上偶是吧 对 老伴走多久了 走了三年 马凡是综合症 一看以后这个病 我就开始心里就着急了 因为这个病 它是没有药物可治的 但我就说 哪出现问题处理了 五张六股 骨骼 肌肉都不 都有可能会出问题 后来出现了年龄的增长 他就一般来说 一两年 多的时候两三年 就会出现一些瘟症 比方说 他一抬胳膊 这个可能肌肉又可能断了 因为一勾下去 穿鞋 一提 大腿肌肉又断了 后来就慢慢越来越严重 他因为你看 他那小肠 因为得不到营养 越来越薄 越来越薄 好 有一天突然也穿孔了 我的妈 就是这样 2001年的时候 他睡着睡着觉 突然一下就说 就裹了一个包 起来马上又怎么回事 外面又没磕了 又没碰着 马上就打了那个120 那九五天 我们走到人民医院 大概走路也就七八分钟 马上就是过去以后 他的血压 高压才30 低压没有了 等于是那个血管断开了 那主动的血管断开了 锁骨底下的 从那以后就出现 不断出现的问题 好多事情我不敢让他去干 我怕他干点什么 没干好 完了再磕着喇着喇着喇着 就感觉用劲 使力气的 我都不能干 那都不能让他干 拿刀我就不敢让他弄的 我怕他没弄好 去再切了 像我们很容易就长好了 他就拿 所以这么多年 他也没陪您出去玩过吧 没有 因为出去玩玩 害怕 我找老伴有那些 就两个人在一起 他这找的老公也正常 是吧 如果分过他 换个死 他有病 老公找他 找他也正常 您是可以照顾对方的 当然了 连口了 但他知道自己得的这个 他不太知道 他有点知道 但是细节我没跟他说 因为他很 他很胆小的 他不知道 您知道 他的父母知道 他父母 因为老人 我也不想让他们知道 他太多 怕他们着急 他哥哥嫂子知道 我知道 所以其实您的压力 也挺大的 就是因为活在提心吊胆当中 天天是提心吊胆 他因为好几次犯病 都是在晚上 其实我倒是觉得 这个 尤其是像咱们这个年龄 都开始老化了 有病情 应该让对方知道 我举个例子 就是我 大概十年前 因为我很健壮的 然后我妹妹 她不协和医院的吗 她跟我说 她说哥 你例行做个体检 我觉得我什么事都没有 然后快过年了 她拿一单子 出行医院出来 说哥你住院吧 我说怎么了 说你鼓鼓头坏死 但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住院了 年初期做的手术 就是一个微创 但是从那个手术开始 我这个速率就降下来了 如果这个病 您告诉她了 她自己 第一她会小心 完了您对她所有的照顾 她会感受到那种幸福 可能她之所以 不跟她爱人说 就是第一个 因为这个和生死相关 而且还没解 是 无解 我觉得这是特别害怕的 无解 要是我来说 我会选择告诉对方 你们有孩子吗 没有孩子 因为她的身体原因 这个疑犬 其实疑犬 是百分之六十以上的 所以她真的走了 在您心里 是不是也是挺矛盾的 一种感受 对 也舍不得 但是她也解脱了 就是 因为她招的率太多 这会儿我就能明白了 其实你看 刚才说她出去 什么都是她来做攻略 算账 事无巨细 其实也是经过了 照顾这三十多年 账户的那种细心 可能比起跑各种医院来讲 这点小账 做个工夫 又算什么 对 这个太轻松了 对 虽然我们逆风前行过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对未来应该是笑对的 而且你看您现在的状态 什么都非常的好 幸福一定会来到您身边的 谢谢 我们先来看这位先生 您要不要见一见 现在是关于她的十个方面 您想了解什么 可以就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住房 年龄 分音 就是说有开始离异的话 是一次还是两次啊 这个 所以是不是丧偶或者离异 您不在意 不在意 对 主要是您到底离异了几回 是吧 对 超过几回您就觉得不行 两三回吧 还是一次的比较好 刘先生65岁 离异有防 这个您比您大整十岁 离异这事儿的 她上来之后才能了解 房子您是怎么个想法 房子 我最还是希望对方有房子吧 这样可以比如 真人聊得活着来 可以两边住 更好 我觉得 两位先生一个是 57 58你们俩 张先生是离异还是 离异 几次 一次 这不是很好 吴先生是 我离一次 房子我知道张先生有 是吧 我是跟孩子 现在是跟孩子住在一起 但您有房啊 还有一间平房 您现在还住那吗 我是两头都住 不确定是住这 就是人家儿子 对你有点意见 有点烦您了 您自己 还不烦我 也没有意见 我这想住哪儿的住 您这可以啊 都是我的房子 可不想住哪儿 要住哪儿吧 是吧 这都是老爸的房 你得听我的 吴先生呢 我是平平 是在哪儿啊 在朝阳区 您是住在哪儿啊 我现在住在房山 因为他走了以后 以前我一记住 寒天桥东 他走了以后 那个房子 我自己就不太想住那儿了 也不上班了 所以我就没住那儿 就等于卖了 又住到房山去了 对 那这位刘先生 您要不要建议一下 差十岁 您本来目标是希望在多大的 在五六岁吧 五六岁 也就在六十左右 六十六十多出头 所以您现在是有点犹豫的 是不是 或者这两位先生 您想跟谁沟通一下 郑先生吧 吴先生 来来来 吴先生来 那两位先来沟通五分钟的时间 大致地了解一下好不好 您问吧 随便问 我有问比达 您现在还没退休是吧 我退休了 退休了 所以提前退休的 不是 我是正式退休 正式退休的 您是闺女儿子 女儿 结婚了 但是我没有联系 凭此有什么爱好 我爱好特别多 你不是喜欢打个球了 绿绿油啊 泡河温泉啊 唱着歌啊 做的美食啊 那咱们像唱歌啊 旅游啊 这些所有 户外运动 基本上我都喜欢 我特别喜欢自驾游 因为旅行的 自由行吧 我是特别喜欢 我开车三十多年了 那你们明天也有车了 有车 那挺方便 有车就 对 现在有车的太多了 北京摇号栏啊 我都摇号十二年了 对 我这车是以前 没摇号树买的 对 我喜欢你们两人在一起吧 我喜欢 怎么说呢 我喜欢让着这对方 你比如说婚姻生活当中吧 风度 男人就是应该像 像一座山似的吧 像一棵大树似的 遮风挡雨吧 这是最起码的男人 这不挺好的 那您前的婚姻为什么分了 哎呦 我的婚姻别提了 一言难解 两个人就是不在一个 频道上吧 我们俩属于协议离婚 孩子是男孩女孩 女孩 为什么没联系了 还这一言难解 我跟你说 也是一个有故事的男人 对 这个故事 说实在的 我第一次婚姻 我都不想想起来 说实话 真的 对不起啊 对不起 这在婚姻当中受了伤了 这特别的 真的 我离婚以后 一直在上班 很少想起这个婚姻的事 所以特别想找个好媳妇 咱来好好地经营一下婚姻 好好地疼人家一下 是不是 是是是 因为来到这个选择吧 因为我以前看的节目 真的咱们的节目非常好 我在上班没退休的时候 我一直在看着节目 来到这以后 我真觉得这个节目非常有意义 可能流泪的人都是这样的 他觉得自己付出的多 你看讲一个男人流泪的时候 心里就会特别不忍 再不忍去伤他 或者说会是怎么着 想问一下您是想选择另一半的要求 我没有特定的要求 我主要看两人的感觉 哪怕大十岁呢 只要我喜欢呢 我也接受 那您对我们女士有感觉吗 我觉得女士挺好的 挺不错的 而且看着很贤惠 两位专家来吧 给分析分析啊 是不是 我觉得有可能 实话实说啊 我觉得女士的见识 和她的心理状态会比您高一点 是是是 但是在这个年龄 就这个年龄段啊 或者往以后看呢 你知道先生是公交司机 他眼睛里接触的人 看到的事情比较多 就是接地气的事 他能把以后的很多方面处理好 那么家里是要有一个做攻略的 有这个能力的 然后他去实施 我觉得这个配搭来讲 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老师刚才说的对 有一个做规划的 您就是那执行的 执行 人车往东走 咱好 开始车往东走 三十里 停 三十里停 是不是 没问题 八二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真的可以好好谈谈 第一个呢 我们虽然先生有孩子 但是也是没有孩子 所以两个人呢 可能更加的自由 更加的容易形成一个 我们去旅居 就是说找一个 您跟两个人到老了 您父亲照顾的 是吧 父亲包容 亲呀 这样的 其实都挺看好你们俩的 因为有很多 比方说我们去旅居的基础啊 等等的 那我想问问您要不要再见 观察室的这位先生 算了吧 确定不见了 那就是他了 可以教 那您的意思呢 可以可以 好 那如果这样 两位我们到台下再做一个深入的沟通 好不好 好 谢谢 加油啊 你现在那个是住的平凡是楼房 楼房楼房 楼房 在朝阳什么地方 在那个 你知道那哪儿吗 那个四会吗 知道 在四会 我在这个东边 这个现在陈英国还住过两年呢 如果真聊得来 何得来 咱们可能更好 两个一说就就走了吗 对对对 没有牵挂 对 我的生活就是这样 说走旅游 我就立刻就去 玩多长时间也没事 那还有这也好 你还会点做点饭 我做饭非常好 哦 这是我最期盼的 但是这么多年 我都是自己做饭 那接下来请上我们的男嘉宾 掌声有请 您好 您好 想象一下 要见面了 您好 您好 又见面了 来来 请坐 像这个年龄不需要挑外貌 我觉得 他刚说这个男生长相 就是您看着还行 不讨厌 所以 还可以啊 您这怎么 越活越年轻啊 也已经客气了 年轻吗 是吃了什么 鲜丹子 鲜丹 你跟我们都分享分享 好养吗 是 你看我这个身在瘦 要是减了八斤 运动 运动 其次喝点减肥茶 感觉自己写了 然后在吃上有什么讲究吗 吃上就是 为什么不错讲 加点编饭 我说不挑食 自己做饭 自己做饭 一个什么炒酸菜也成 然后肉车炖海蛋 这都可以 不是我们得学一学 万一在中间 加了某一个什么特别的 然后又头发这么黑 这么年轻 是不是 就这么亮 我夸就行了 又别自己发了 是不是 这头发染过吗 染 我以为就 你要是不染就再点 有点白的 那上面低谱还是还可以 咱说一般的 比一般男的可能要好点 但是男人不要说自责我 因为我用都是 早年起来刷下小脸 就要是洗一下面 洗脸 晚上一般就是 不不不不不不不 洗脸谁都洗 关键洗完脸以后呢 就抹白白洗面呢 洗面奶洗 对啊 洗上一个把冲下去 然后早上得补水 又补水的 再抹上 披鼻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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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呀 晚上洗完澡以后 我要 敷着脸呢 敷面膜 对啊 我觉得我现在一般都不用面膜 这些 不注重 一般会涂点防晒的吧 或者加一点粉底 会有一点美白的 那男士如果涂的话 以后你们来一起涂 您能接受吗 反正心里觉得 有一点点那种什么劲儿的 中华他们亲友团 助力团 现在我先说你们俩 每天晚上要补水 也护面膜吗 对 你别听一下 说实话我没有 这可能把你挑衣了就好 不乱洗几下就 好啊 早上可以抹一些 就那个叫什么 北京医院卖的那个叫什么呢 卫义霜 平常我连什么 BB霜我都没抹 你知道BB霜是什么吗 知道知道肥底液吧 有一点那个性质 防晒霜也不抹 你还挺讲究的 怪不得皮肤这么好 你们俩呢 我每天用那种敷的面膜 天一天 一天一片 对 杨子姐呢 我不敷面膜 基本不敷面膜 除非说夏天 然后出去晒一天了 皮肤特别干 晚上可能会敷一片 甚至其他的日子都很少敷 您平常抹吗 我什么都不抹 没有人家讲究 那么有情调 我这皮肤黑好些个呢 我坐海南刚回来 我十月中 十月二号回来的 跟在海南待了一个月 那天天上海也烫好玩着 那坐黑啊 这么着回来 刚刚美白一点 要把天气热 所以说年轻不是白来的 是人家花了功夫的 我以为吃了什么仙丹呢 那个饭里边加了什么 特别的零丹妙药 实际上是人家下了很多的功夫 对 哎呀呀呀呀呀 那衣服这个是怎么来 这我自己买的 都自己买 这身搭配都是自己来的 对 我买一样 我一般就是 我还拿一套 我怕冷 拿一套春黑的 但是灰色的东西 我还是很少的 这是春黑的 要么我就买这个套装 颜色搭配是可以的 那谢谢你 是不是 我穿得要黑的更酷 戴黑帽子 让黑鞋 是吗 那过会这样呗 你等着那个 下一位女士上来之前 你再换身黑的 妈 吓得一跳 对啊 是不是 想看吧你们 想看吧 对 这么多女的呢 女士们都怕事不大 就是不定了 来正式的认识一下 我们的男嘉宾 刘玉明 65岁北京人 李懿工人退休 你以前做什么工作呀 原来最早的时候 是在市政局下属单位 第三水泥馆场 做水泥馆子的 我是在赶紧车间工作 最早就称了 立居这个是这个三八倍 女同胞比较多嘛 他车间轻了 所以他把女人放在那里边 他打管子车间 跟水泥馆打着 他累了 就放男的多一点 所以你那会儿的审美 就跟那帮姐姐妹妹们 然后培养起来了 我那可老实了 真的 多一岁都管我 特老实了 为啥呀 让女同志给我管的呀 他还敢管你啊 真管我 没几个男的 你又长得那么帅 都没大眼的 当了二十多年班长 对呀 那你不得管他们 怎么还让那帮女士们 管了你 那不是 那女同志 要说那样的 那也听着呗 你男的 你能不能跟女的 能跟女的一般这样 我现在想 就刘先生 就生在那个时代 要在这个时代 有各种时尚杂志 时尚的网站 我估计 就您这形象 您这个 对自己的在意的 这种程度 我觉得您可能就不会 干那份工作 那不一样 革命工作 多得有 革命人干 对吧 不过我现在特别好奇 您这么利落 您家里是不是也特干净 还可以吧 这不男士呢吗 这就跟洗面奶似的 哦 洁面乳 洗面奶 这个加这个水嘛 哦 那是水啊 白天用这个 晚上用这个 哦 人生面膜 对 这是发椒 这是擦着油 这是补水的 这不跟这俩一样 这都是皮皮装 这我原来买整罐的 这一往以后 买的地方罐里的 这一样 这防晒的嘛 抹胳膊的嘛 夏天啊 夏天的话 一般出去玩 以后就戴白的多 戴白的 那夏天不应该戴墨镜吗 这不是臭美吗 拍两个照片 在我视频 发个抖音嘛 不是 那墨镜不是更 看戴起来更酷一点吗 更酷啊 连看不上眼睛呢 哎呀 这鞋太多了 这这这 这全部 全部都是鞋嘛 你看 您这些鞋都换着穿吗 还有没穿的呢 还有没穿的呢 你看 这装 这装是新买的 可以弄 新买我还想上 想不到呢 穿黑衣服 我说天热 就不用穿黑衣服 再装 再装 要新买的 还没穿 现在不是 它没到夏天呢 就穿黑 黑裤 黑鞋嘛 昨天我要买衣服 没买 我说要不然我要 要穿这些衣服呢 太天了 穿这些套装 嗯 就一样也不能看 换这衣服 便宜 这这衣服 穿着 自己穿着行 你要上电视台就查衣服 底下呢 就是分开了 哦 上衣 这都是上衣 底下背心 裤子 这把也都是裤子 嗯 这把都是我的棉棉 都是小棉心 棉子了 上边的用风 下边的都棉子了 还挺温馨的 这沙发是新换的呗 对 这电子不好看 我这电路的胖不软和吗 哦 这样 哦 连阳台也变阳了 我感觉 变了吗 对呀 花儿多了 花儿多了 嗯 嗯 之前感觉好像 没有这么春意盎然的感觉 花儿多了就怕媳妇 花儿 怕媳妇是怎么来的 嗯 下痒痒痒不活 这东西都不从上边叫出来 嗯 花儿多大底啊 然后它用 用水子让它自己往上吸 哦 您不是往盆里倒 是往底下 托盆里倒啊 对 它底下有空盆 你看 它有的东西 来让它从底下往上吸 你看我这个都 都是当你往上吸 上多发根 对 都这么扔 完全是好 这有的花儿是什么 你不能拿这碰壶 你要碰壁的这样子 就烂了 整体还是挺干净 整洁吧 它那个衣服挺叠得挺好 挺整齐 啊 您家里边也这么干净吗 我觉得它可能更利落了 哎呦 我得先问问我们几位女士 看了人家什么感受 挺整洁的 这一期 她肯定爱整理 爱打扫 嗯 杨姐呢 我觉得对于一个单身的男士来说 我不知道这位大哥单身了多少年啊 其实把衣服叠得这么整齐 卫生也收拾得这么干净 井井有条的 还喜欢养花 很不容易了 嗯 而且我发现一个单身男士 家里有色彩 这个是挺特别的 你看你选择的沙发是淡绿色的啊 您的窗帘是粉色的郁金箱 包括您的床单啊什么的 都有颜色啊 其实我人呢 从小是独立的 六七岁的时候 我母亲就说 那这小孩都穿裤衩都早 五衣特别老人 臭美嘛 就大裤衩了 洗完衣 我脏里面 我让妈帮我 把裤衩给我洗 我妈来就 不管 自己洗 就一句话 我就自立了 从那些 我自己裤子裤衩都自己洗 差两人对 在农村一样 你说干什么活 老人过我衣裳 换了以后自己补 自己房 然后从那之下 就是进工厂嘛 进工厂以后 就说 跟那厂子住宿舍 两个人一间屋子 说我那背包就是跌倒 反正比较四方嘛 嗯 说你别笑 那有一块杀金 就是对脚那么的 就是放在那个背包上的 刚才就刚卖半导体那时候 就花三十多块钱 慢慢的去半导体 放底下 跟厂子 工会的 跟前工会的 就查卫生这样 赶紧开个厂子 工会主席上 哎 这女傅是 她在车里那 多长难度 她背包怎么还 出那个黄纳筋的 这底下那块 半导体 这女傅还干净吗 就来这么久 我说那没办法 这爱美之心 人的我从小 所以您是从小就这样 对我从小就干净 说妈衣服脏了 给我洗一下妈 不管 自己洗 您知道 这就真的每个人是不一样 是因为我们这位先生 真的他自己很在意 一般的男生 不行 那我就脏着穿了 对吧 因为我对我形象 没有那么在意 脏点就脏点呗 不要在地上 多打俩滚的事 是不是 所以是您自己 天生就很在意 你看这关键词 我们先生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形象很重要 一个是择偶六要素 第一个形象很重要 就是您从小 对这事就很在意 是吧 这种人一般 还比较注意形象的 比如说 把自己能力说 出去 我觉得更好一点 我想问问 就是如果 咱们找一个先生 对形象很在意 这事 你们会怎么看 我觉得也挺好的 这说明他对生活有要求 而且这位先生 一看这人就不老 不懒 不老 不是不是不老 他心理话说出来了 是不是 是不懒 就是他 他这个人不懒度 比方说你们俩人 要出门了 说快快快 着急着急 然后他说不行 今天太阳太大 防晒说还没涂 完你等着 那我也再 再捣屎捣屎呗呗 你是可以等他了 是吧 就互相等呗 反正我也慢 都慢 杨姐呢 我觉得一个人 他对另外一半 在某些方面有要求 一定是他很在意 他自己也会注重这方面 所以他对形象有要求 说明他本身形象还可以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尊重对方的任何要求 媳妇来来来 撑不开眼了 快 下一张面膜 上面膜 对 就你们也是会支持的 对吧 会尊重他 这个对自 这个是对自身有要求 可接受 接受 我觉得还是自然点 美不只是在于外在 最主要的在于你心里 尤其是像这个年龄 你说但是男士 你说偶尔抹的 抹一点润肤的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你要做面膜呀 那些什么的 我就觉得 我不是很那个什么 不是很喜欢吧 就是习惯了 从小的时候 哎呀干净了 我想到另一半一样 污了污了卫生啊 你不背着可以 但你没过道理 就怎么样 我背着完成 我地冻干净了 你别 那挂着皮子 我扔一地 这再给你 不是 不是扔一地 比方说就在那 磕瓜子 磕瓜子里 有垃圾桶啊 对 有垃圾桶 总有 在边下 有点的行不 你能捡起了不 晚安 这要求又挺高的了 是不是 不是 我有天哪 我归着卫生可以 你别过道理 这个天哪 足有嘴漏的时候 对呀 那怎么办呀 你也不能天天漏吧 不是 你得允许 是吧 因为这个收拾 本身就是一个 加分项 加分项 然后你看着它 掉了 哎 你过去在 这个行为 人家就会觉得 哦 我要珍惜 对 杨姐说的 不敢吃了吗 对 你不能说 你不能掉 不是 你说我已经守着垃圾桶了 没事 我给你买蛋药吃 我就喜欢吃瓜子 其实我也喜欢 我买南瓜子 我吃了两年 整两年 难事吃南瓜子好 一次就二十年 那您吃瓜子 那瓜子皮怎么弄啊 我肯定坐床边上 有垃圾桶 对呀 那你掉不到垃圾桶 在外面 我斟去了 肯定拿卫生纸擦 然后放进去 如果你要规外卫生 我往地扔完 瓜子皮 我走了 你怎么想 对吧 收拾干净 不就是为了把它 再弄脏的吗 你要尊重人家的老子果 吃瓜子发生都会吊炸 可以吃 那我在这儿吃的时候 就是这样 当我吃完了 我把周边收拾 那边就行了 其实男人呢 其实男人呢 就是说选择 配合 他就你说 其实男人在 我感觉 我在家里的干活 是比较多的 家里人的女的一顿点 你干东西挺干净 我还在那儿干嘛 完了 你说你这功劳 不受到表扬 他还留你 你那东西我就没必要 他归友 不干活 还理直气壮了 你干活 你怎么说一下 也受了好多的委屈呢 是不是 你跟我流泪的话 他就乱了 别交劲 谁多干点没事 他是不怕干活 他怕这个 他就不脏一挂子 对 在家里边糟了点 很正常 谁能哪能经过来 是吧 我说我这男的 可能有点过了 我这干净 真是出奇 真的 是啊 一般你脏一打 在洞上 我还真中不良 就你穿这双白鞋子 我不归这屋子 正面还在送我 对 您这鞋子穿的 我的白鞋子 没您这干净 这还干净 就从海南回来穿这个 您是处女座吗 处男座 不是 我说你是什么星座 你姐也很深刻 我算 就是这座那座 我还是不懂 你做的 因为我 从我们家来讲 虽然居民货 但是没有乱七八糟的 我小学初中 插的进工厂 就完了 哎呀 您说完 我现在对第二个关键词 极其感兴趣 择偶六要素 咱说说吧 首先看我们在座的 这些单身的女士们 能不能入围 择偶六要素来了 来 第一个就是什么 第一个是演员 对 什么样的才和您演员 那这都比不合适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 谁算您那个 不是 老师这样都可以 我可比王老师高出 将近十五分 不是 高我只要长一下 跟身体要 高崴子 你可以往回 大家缩一头 我又高了 特别说您 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 我跟王老师 还是挺瘦的 因为在电视机前看 我们都挺胖的 起码 还有人喜欢这个类型呢 你来讲 感到骄傲 啥意思 起码 我作为我 我要骄傲 因为我这样的 可能还有人喜欢 他就说他呢 还能进入 我们这位先生的傻眼 就是我们应该 引以为自豪 或者感激 我这样的胆大 敢这么说 换别人 人家不管说老师 没事 我跟你说 我是演员方面 他是过了 就我这脾气性格 他绝对过不了 肯定厉害是吧 我不厉害 多厉害吗 但是我比较大条 就您要求的那些 就我肯定是 比如说 你要说瓜子皮 一定要在垃圾桶里 为什么我反应那么激烈呀 我觉得我做不到 做不到 人家先生啊 先生有画了一个道 假如啊 有一个他特别心仪的 说来把我们家砸了 没事 再把什么掉瓜子皮 算死抹 人是这样的 他会随着对象 他就放宽自己的一些 其实你要说 偶尔的掉 掉有个两个 你就干别的 我还可以给你瘦下来 不是那么叫 就那么死胖胖 你知道吗 年龄呢 一般五十五十五 这块 赚 五十到五十五 反正退休了 山沙合适 我们杨姐多大了 五十五 也在线 中华 但你看中华虽然五十七超标 但他也显年轻 对 我是北京人 我是江苏人 倒白映年 没事 咱往后说 人家第四条说了 最好是北京 不是也没事 对吧 第三个来 不要带第三代 以二人世界为主 都有小孩 比如说周六周日 暑假赶价 我都可以赔你那些 不是说 孩子你帮你见的不可能 对吧 就是不是要每天 必须接送 接送这肯定不行 因为你这个来讲 就是哪个为主 哪个为父 你连走出这一步了 不二人世界也好 说带婚也好 你就以这个两口子 夫妻为主 杨姐是 我没有小孩 杉杉应该也是 我也没有孩子 对 所以这个 没孩子就没有 第三代的问题 中华的是大了 我孩子结婚了 没孩子 还没孙子呢 真有孙子 你会给带吗 需要的话 会吧 应该 你不可能 不管不会吧 两三点钟就放 就孩子放学 你想呢 能有时间 那个 他能回去吗 他还上什么班呀 如果除非他不上班 有的时候 也有点不现实 那你除非就是 孩子他故人 第四个 最好是北京的 地区啊 也不是那么推大的吗 女方就说 条件不好 我要是看中了 没有房 我也可以 就第五个 也行 那您那房多大呀 我那也是60多平均 两居室是吧 对 因为女方没有房的话 还省她跑呢 对吧 我说实话 她没得跑 跑在上面省多房子 她她谁拿的都给你过 您是在昌平县城吗 县城对 所以您还有这个想法 就我是想跟你好好过 但万一这女士 没想跟我好好过 她跑了 是不是 对啊 都再把年了 你说 遮得你遮得不适 所以没房 反倒有的时候 也是一个优势 是不是啊 你看男士就是 这非常智慧 对吧 你脚兔三枯 你稍微一撂脸了 掉一挂点 走了回娘去 谁都 这里没地去 第六个就有问题了 什么问题 我都没看 是啥 第六个是要顾家 不要经常旅游 在你身体好 经济调节允许的情况下 适当地可以旅游 如果要找 我要找那一半 要回开车就更好了 俩人都不开车旅游 自家游 我不是要开车 上海南转圈吗 当时住了一个月 跑回来 是不是 玩了大绑中国 不是反对旅游 但是你要天天旅游 我也不支持 您退休费有多少 五千多块钱 五千多 您一个月 您自己的开销是多少 一个一千多块钱 两千块钱 您这一两千 都花在哪 鸡瓜呀 草莓呀 水果啊 就这 苹果吃得少 苹果苹果吃得少 只要花在水果上 我小时吃看我头 我说可能在做 都不知道了 一对两 我那挣整个 我跟我奶奶说 我说挣撒撒撒 后来我爸说 给他挣撒 第二天挣撒 个儿咬了 我说你还不 我个儿咬了 我说个儿咬了 还不想念 但我爸咬了 挣这么大的粮食 你要是要撒 那不个儿咬了 我说在我爸父亲 给我的手底一样 我坑碗边长大 我爸上一半 回来之后 我们吃白白 我奶奶就说 蒸一碗米饭 那个碗边不是 你先生跟他干的吗 这样拿走 我吃这个 把边看了 我好刷碗去 我坑碗边长大了 我觉得像这个先生 这个日子 我小时候过过 别看他比我大十岁 因为我小的时候 是在河北农村长大的 我们家孩子姐妹也多 那时候生活条件 确实是苦 确实我从小也是 吃窝头 喝棒子 把点粥长大的 我爸爸因为是我们家 唯一的一个劳动力 要养这么一大家子的人 确实很苦 所以我们家 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都给我爸爸吃 我们南方就没有 什么玉米面 棒良扎 棒扎 这些没有 我们就是白薯 玉米是当那个点心 那么人才能吃到的 没有很香 所以我觉得 您现在的生活 应该是 不乱花的也不会多花 就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 所以说 要有一个好的身体 人旅游要怎么着 我说我一个活法 我存下钱了 我养老肯定是 所以您不理由 是您觉得那个钱 其实没有必要花在那些方面 她的钱来之不易 因为我吃过苦 我最起码在保证家庭 富有的情况下 我儿她是爱好也好 也有时间也好 她是另一部分 那您在原来的婚姻当中 会跟原来的妻子 一起出去玩吗 都省班忙 她真没时间 年轻那会儿 就现在也很帅气嘛 这年轻的时候 应该更帅气啊 现在也不帅 老了 不是 怎么就 你们俩就分了呀 打呼一不打呼 你想啊 咱能在一起睡 咱俩有分居了 不会因为这事 就离婚了吧 我睡觉可清了 这您受不了人家打呼噜 不是您打呼噜 我打呼噜的 就留神了 就是两三分钟 五六分钟 这正常 你自己睡着 你还知道自己打了 多长时间 我睡觉可清了 真的 这楼上会放电视 说话我都能听见 而别人跟我说 你妈耳朵 妈那么贱 你不会把她捂上 捂上都不行 我需要特替 我以前是失眠 后面现在还挺好的 那也是听不得 打呼噜什么呢 应该是睡着了以后 就那个什么了 如果没有睡着 听见打呼噜肯定不行 肯定一晚上就甭睡觉 就等于是 人家是睡觉打呼噜 你受不了 我受不了 然后就分开睡 就分开了 就因为这个 后来就分开了 最后她妈也变了 那钱我这一点 不往都捂了 然后我们打三个 后来就分房了嘛 完了我买的房嘛 好像是不到两万 加了那股灵带嘛 就说两个钱嘛 剩一万钱 我那有媳妇嘛 我再就过去挂着 我也没存啊 把一帮你给装在兜里头 没给我说装是这样 孩子说要开学了 我说那我拿看看 一看剩五千了 我说那钱呢 我拿走了 我一月吞头上班 我都是跟你二十多年了 我一月吞头前 我跟她吞头 说女人家 道道道不讲理了 我算拿走 就她拉什么 就一万块钱 就拿走了五千 拿走五千 对我跟我说了 当你闺女那上学钱 住宿下饭钱 住宿都给你 我给我 没管谁要随我姓了 所以说这五千块钱 给孩子 连住宿再教学 那后来又谈过其他人 又结过和温吗 睡觉这个岁数 不打呼噜的不多了 他说话脾气就喝不来 最后他就不招架了 回那忙带孙儿去了 一早三四个月 我拖什么呀 你看像我们两位女士 杨姐跟珊珊 都是没有孩子 其实就是您操心的 担心的 这个什么动不动 回去看孩子了 动不动又走了 不回来了 这种情况应该是没有 不看孩子在说也正常 但你不能成绩 一早后一个月谁受了 对您的要求不过 是我找你干嘛 说老伴老伴 老就一伴 关于我病床上的 旁边没人行吗 我不要找 我连续都说我挑一太高 男的不是行 我找这个 怎么着 我得比原来那个 长得好看点 对吧 老杰森大厨是该说的 这个比原来的行 找这比原来的不好看 再说 还不原来那个呢 老跟前一个比 他永远找不到合适的 人没有一样的 哎呀那如果您抱有这种想法 还真是 您想过没有啊 原来说吧 您40岁谈的这个女朋友 等你60岁的 你找到这个 他毕竟他那个岁数在哪了 你想越找越漂亮 这事挺不容易的 什么年龄段 活什么年龄段的感受 咱们这个年龄段吧 那个美就应该谈里边了 外边说哎 顺眼 不个影就行了 顺眼 还是实际上 眼角了之后自己看着好 找所有小一点 为什么找小一点呢 你看比如说我 我现在能伺候他 能为他服务 对吧 过了十年 老八年 我说我帅了 要他陪我陪我付 这是相互的 不是您想找小多少啊 五十五五这块 哎呀 五十到五十五十 杉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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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十五岁 来 那首先年龄 就比我大十几岁 我肯定得考虑 她的那个其他条件了 她年龄不是优势了 那其他的经济条件啦 一万多两万 两万 个人休养啦 学识啦 起码得大本以上吧 身高起码一米七五以上吧 车需要有吗 那肯定得有 车虽然很便宜现在哈 你你你车是风俭游人的 你几万块钱甚至就能买 但是呢你这个代步工具 你起码是吧 二三十万的车 你你这个也不算什么嘛 起码得有一辆代步的工具 飞机咱就不要了 对你太奢侈的 你也不要去幻想吧 对吧 我就说说找一个多大的 什么款 这也不现实 就差不离的 杨姐是五十五 五十五 对 正好差十岁 如果是您找比自己大十岁的 您的要求是 我觉得这个先生 已经列出了六要素啊 如果是我有六十要素的话 第一要素我要求年龄 不能这么大的 如果他年龄真这么大了 那其他五十九条 就得往上走一走 跟珊珊一样的 最起码生活能自理吧 就是自己最起码能照顾自己 这我们喜欢 你这 一看你身上 我不是针对刘先生说的 刘先生肯定能自理 并且自理得很好啊 我是说如果是我找的话 首先得自理 其次就是 其实是挺重要的一点 是说三观人品的问题 这个要摆在第一位 然后还有学识啊 见识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跟自己合得来呀 然后认识都在同一个高度 对彼此都是很尊重的 就是这个是我首要考虑的因素 再把有两位的名字 都得问 都得问 还想问 有点问问 那我也给你问问 我个人认为 就是这个年龄在这儿摆着呢 首先就得找那种宠妻狂魔型的 什么是什么 宠妻狂魔 宠妻 因为你差十多岁了 你差了一辈儿人呢 对 中华呢 他不是要走 你在范围 在范围里 没有他要北京本地的 先生你看吧 如果咱俩又成了你怎么办 你喜欢他是不是 咱就让他说 我觉得这个好像我们先生 对您的印象特别好 来 来来来 他肯定喜欢这个 对这个 所有的大哥 有什么差异 我觉得十岁之内 应该也能接受 脾气好吗 你看呢 比如说 不是那种爱生气 一句话就把人怼死了 或者是那个 怼死了 或者是 也有什么地方 就甩脸子 刷皮上 我就怕那样的人 我觉得他一般不会怼你 除非拐点皮落在 拉起手快点 我有一段时间也有点洁癖 就是头上 不是 地上有个头发丝 我也得捡起来 行 这个客户 我觉得你们俩一个大问题 就解决了 这个第四条 你是最好是北京的 我不是 我是燕郊 我住燕郊十来年了 河北 我户籍是江苏 我相中了 等了个好处 你相中了没有 你相中了没有 这时候选择 正在考虑呢 几个孩子 一个儿子 结婚了 就没有小孩呢 有了孩子还是大孩子呗 那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吧 那我现在我也不能 必须的 这儿子就在吃点 一般都婆婆大孩子 谁说一般就是丈母娘带孩子 不是人家农村说了 农村就是婆婆大孩子 现在不是农村啊 现在一般都是姥姥带 对 像个孩子 那就过了 谢谢您 谢谢您 真被这事儿给吓着了 是不是 人家带孩子 带孩子 我带孩子 您可以跟她一块儿去带 天天哄孩子 这么多月那里 两人送她 别전에我的孩子 众生 刚才拍了 听说 η说物 走这可 algumelf 那您只能考虑 杨姐和闪闪了吧 那也不好 他俩都把他俩的条件都说了 对啊 我们也不可能考虑他呀 对 这根本不可能 这是相铺的事吧 那就只有两位张家老师出马了 您在这时思维出现了问题 就是您放大了灾难 我得攒钱 为什么呀 我得养老 万一兜里没钱 所以旅游就先算了吧 对吧 我找这个 我得找年轻的 因为他要伺候我 别打我伺候他 就是您看 您的这个导向都是负面的 然后那您说您怎么找啊 您有想找年轻的 我们都说五十岁也好 这个五十五岁也好 实际上 因为这两位女士 她是个特殊的 对吧 大部分孩子都二十多岁 三十来岁 是吧 不管是离异也好 丧偶也好 一个亲妈 不管孩子 你认为她是好女人吗 你能对我 打到多好 你有多优秀 我能说是连孩子都不管 能怎么样 您是一个特殊的 因为您跟您家孩子 可能比较疏离 对不对 或者说您是一个男性 那大部分女性 她什么叫女人呀 十月怀胎 她不是白给的 她跟孩子产生了 浓重的情感 所以您是 要不定 您就找跟您一边大的 完成了所有的任务 第三代都长大了 上学了 打酱油了 您又不干 就您把您自己 弄得没路走 人生太短 给我们的日子不多了 对吧 您要觉得 我一个人过得挺辛苦 我想长个老伴 您就麻烈抓紧时间 就是 接点地气 就是这个男的 应该想一下 想一下什么呀 假如说是我 我可以做到那么硬 就是我对我的孩子 我都可以说 不行 我不管你 那你觉得 这是我的轻骨肉 我都可以不短 但是我能对你有多好 还有一位女士 咱们问问那位女士 这几样条件 到底行不行 我做主 给您先上个年龄看看 好不好 行 刚才问你哪人 你都没干过吗 53 哪人 户籍 户籍 子女 一个儿子 行 这可以吧 不对 还要闺女 是不是 闺女 你看多大 孩子要 看孩子不看 那见不见 你得见了以后才能了解 这不见不见 这不见不见 这不见 这不见啥能了 我聊到这儿 二人睡觉 那见见吧 见也行 有请我们的二号女嘉宾 你好 你好 原宾定定53岁 甘肃户籍的山西人 离异健康教练 对我们先生意象怎么样 老不老 老 少许说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可以 五分钟啊 先说好 五分钟 慢慢聊 就说 您提的那些条件 我觉得 您能给我什么 我有多少 你说你想要什么 要彩礼 不是指要彩礼 而是指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你能做到 给到我什么 对吧 我是接受过女性了 但是我 头一次听她 握过这个问题 其实这问题是这样的 这是婚姻 对吧 您的要求是 那六条 就是问婚姻 往里边搁的东西 女士问的是 您能往这婚姻里放什么 她的意思就是 我要付出什么 抛出来 你把她就是 跟他们说 她虽然要我虽然大呗 就是付出钱呗 这是意思 这个男方 在这个婚姻里边 能起到什么作用 或者说就是 试想一下 两个人走到一起以后 婚姻生活的 这个设想的场景 对 你能给到什么价值 耐心啊 对 还是说是 我说感情上 还是关心上 对 是经济价值 还是情绪价值 对吧 还是情绪上 其实大家都会考虑这些的 以后说 三个都能给你 哪三个了 陪伴呢 温馨呢 还有什么呢 感情啊 感情啊 我要说是比较有重感情人 这女同志我相中了 有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商量的 还得说 我半年也要死了以后 我那女孩有没有用的 我也说 给不给孩子 不不所谓 我们家孩子也有房 对吧 好事 她女的她考虑都比较专业 你现在把钱都给我 给我两年 你走了 我这钱 但是您知道 到那天可能要经历三十年 这三十年 您要自己为这段婚姻付出什么 要的是责任担当 人家要你的是这个 知道吧 对 她是这样 就是年龄差越大 尤其是这个男大女小 她可能就会觉得 哦 那我这么小 我有很多的选择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 岁数大的 那比方说这个人特别有才 哪怕你不挣钱 但是这个女士呢 她有这种精神需求 对 哎呦 我就想找一个 哎呀 是情怀疑的 对吧 然后我就觉得 我们不去旅游 我们也不去吃什么好吃的 萝卜白菜 我开心 对 是她的需求 那有的人说 不 我这一辈子呀 都没出去看世界 我就想看世界 是吧 那我就找一老头 对吧 有点经济实力 我们去看看世界 对吧 她一定有她的需求点 还有一个越是年轻 人家父母都健在 对吧 作为您 您要不要床头床尾去伺候 干着没有两头舔 说都你合适 那是不可能的 王老师 之前说的这个 我估计您可能没想过 这考虑是不是看孩子了 没想到还要去照顾 这个老父亲老母亲这事 是不是 哎呀 又有一个人生新的难题 纠结 是不是 对吧 没有纠结 没有纠结 那怎么样 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 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 你说还行 长得挺好的 准备了解一下 是吧 挺白领的 就不知道别的指标 我大不大病 那如果这样 我们坐到女士旁边 我替您来问问 您想了解的事 好不好 真的 我就不知道 现在这种男的不是挺多的 不管是年龄 和收入 长相这些 她觉得她自己都很好 我们原女士 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直接进入她的关键词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 人生充满了未知 哪里生活都可以 人生充满未知 就光看您的 甘肃户籍的山西人 可能其实生活当中 就总有一些新的变化 是不是 对 祖籍是山西 山西出生 完了十几岁 我爸爸是支援大西北 完了就跟随我爸爸到甘肃 完了户口就落在那 在白领以后 在99年就下岗了 不是 您到了那边就等于是 后来应该上中学 高中什么都在那边了 对 然后毕业以后做什么工作 在那边在矿区 在矿区 因为它是煤炭企业 那我们就 我就在那里面的 那个编电所 那个所有的店 它都是往那个景下 那些供应 所以您光盯着 这些表就行了 对 所以不是一个特别累的活 不累 但是三班岛 所以后来下岗就 下岗以后就来北京了 那就99年 就相当于2000年 我2000年来的 是吧 2000年来北京 这都多少年 20多年了 对 当时是怎么生活呀 因为当时我哥哥也在北京嘛 完了我就来了以后 就是就在房地产 做这个是不是应该 您也完成了自己在北京 那个落脚的 对 也是那个时候 在北京买的房 对 就在这儿 就买房贷款 这样的生活 那后来呢 就一直在这个行里 在房地产大发展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退出来了 那09年的时候 就我爸爸就生病了 我爸爸是脑梗 完了以后就带来北京了 一直到我爸爸16年 16年走的 七年 他是脑梗失去吞咽功能了 一口水都不能吃 完了就是鼻四 来北京做高压养 做高压养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长根组 长根组呢 说是因为好几天都不上厕所 那就做手术吧 就做手术的时候 就发现他有肠癌 拆线以后 完了他的伤口就不长 有一次就是 这边拆线两个小时以后 肚子整个就豁开了 他就自己又承开了那种 完了又做手术 刀口还是不长 不长以后就老用绷带绷着 反正长期的这种手术 让他的那个肚子上 就是留下那个刀口扇 就扇气的一种 很透明的 你的肚子上 如果不奔奔带 肠子肚子什么 全都能看见 完了又在那个 北京朝阳的那边 就是做那个补片手术 隔两年 他又那个 又是换骨骨头 我们就离不开医院 那应该你是照顾 父亲的主力 对 因为你要有一个人挣钱 老人家也遭了很多罪 对 那母亲呢 我妈妈 我妈妈也早就不在了 很难的 只有这么亲人 才能这么坚持照顾 外人可能照顾两三个月 一年都不干了 你的婚姻当时是什么情况 其实我孩子 他爸爸也跟着来了 也跟着在北京 但是他就是 比较爱玩的那种 就爱什么推牌酒呀 麻将呀 这些东西 你照顾老父亲 他能帮忙吗 后面我们就分开了嘛 早以前我爸来北京 我不想让我爸爸 看见他这种样子 我说他回去 他不回 然后我手里有几万块钱 他就说 我要回 我就把钱带走 我就把那个存折 放在家里 就拿出来了 放在床上 他就说 我说你要拿上走了 咱们就分开 但是我没想到 他真的把所有的钱 都拿走了 就这样就分开 那会儿孩子多大 我们孩子那个时候 上小学 上五年级 那个时候孩子在奶奶家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 没有办法带孩子嘛 就孩子在奶奶家 当我们分开的时候 他说的是孩子是归他的 但是在上中学的时候 我就带过来了 其实也觉得生活挺不容易的 是吧 在你最难的时候 然后这个男人 你婚姻当中的一个男人 然后真的就 卷着所有的财产就走了 那父亲16年走的 到现在 这得有八年的时间了 是吧 这八年都在做什么呢 因为我那个时候 当我就是看见我爸爸的这种 他生命没有办法去 也没有办法 所以说我也就开始 关注我自己的健康 所以我现在也就做的是 健康教练 就是学了健康管理 那你自己是不是也对 吃什么的要求挺高 高升糖指数的这个食物 我会相对的去多少控制一些 是这样 晚餐的时候呢 我会和睡觉的时间 是拉开一个距离 至少三个小时以上 是这样的 那你吃饭 晚餐要几点啊 我一般六点中 六点以前吧 最晚六点半 我就吃完饭了 您晚饭几点吃啊 四点半不点 那么早 一个人啊 我吃完这我溜花啊 上公园上身体的 那您要撑到十点半 我觉得会饿吧 有零嘴上 有水果上 哦 不是主食的 它不是不长撑的 果糖其实在下午到四点以后 也尽量少吃这种果糖 果糖高了 对我们的身体也是不好的 升糖指数也会很高 那要是溜花回来饿了怎么办 不能到那碗水喝了 补充一些蛋白 那走七八千度的吧 蛋白是什么 蛋白是什么 蛋白其实就是指淡奶 我还真不爱吃鸡蛋 吃一块牛肉也行吧 可以 虾 虾 这些都可以 鸡蛋 豆干 你吃一块豆干也可以啊 要跟你在一起生活啊 不用喝减肥茶了 自然减肥啊 肯定 那也不需要 真的 应该没看了 没看了 我们还有一关键词 叫在哪里生活都可以 是吧 现在在这儿 我们是可以基础 但是你老了 你想到其他地方 那我也可以啊 也没有什么关系 在哪都行 都可以跟着去 是吧 就是老了都可以 对 但是您对另外一半的要求 是什么呢 首先没有不良嗜好 吃个票朵 一个两个没有 酗酒 对吧 就是烂酒 其实就是烂酒 喝酒也不喝 一夜也记了 那接下来就说重要的问题了 孩子现在在哪啊 在北京 多大了 三十 结婚了吗 还没有 又存在这个问题 又存在这个问题 聊倒是聊到一块了 听说儿子以后 还是就听那小孩的问题 我们在选择太多的 这个男士 最开始都跟您想的一样 那后来就觉得 小孩子那么可爱 您不要把小孩子 变成红水猛兽 您为了爱您媳妇 您让您的媳妇 别糟心 是吧 她顺性 她就对您好 不会吃亏的 付出绝对有回报 咱们就进入最终的选择 看看今天我们这 能送出去几朵玫瑰 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 已经悉数登场 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 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 最终选择环节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两位陪选团的先生们 手里的玫瑰 要不要献出去 我就是暂时想不想了 嗯 好 今天的女士都很漂亮 优秀 我也不献了 您为什么不献了呀 不太考虑考虑 那您呢 我今天也要放弃了 那我想电视机前 很多的单身女士 如果觉得我们这几位先生 我们这几位女士 是你心目当中的她 那就勇敢地走上 我们选择的舞台 当然还有我们的 有班小程序 通过我们的小程序 也可以找到 你心愿的另外一班 那今天的选择到底结束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今天给大家带点好吃的 我做的 嗯 好香啊 这是自己做的肉皮丼 对的 水晶肉皮丼 哦 来来来 这人没做的 似乎也没 Q弹弱 Q弹弱 这特别好吃 男士的登场 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讓我们下期待 到下期见 大家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